王马共天下 匈奴贵族刘聪灭亡了晋朝后 第二年逃亡到南方的晋朝皇族司马瑞 依靠政治家王岛的支持 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重新建立了晋朝 历史上把这重建的晋朝称为东晋 司马瑞就是晋元帝 司马瑞当上皇帝已经大半年了 南方的士族名人都不理睬他 一直没有人来朝进 在一个消灾求福的传统节日里 司马瑞依照王岛的安排 坐着金碧辉煌的轿子出游 前面有威武整齐的仪仗队开到 后面有王岛王敦兄弟 北方来的名士骑着高头大马紧紧跟随 这威风八面的皇帝出巡队伍 立刻惊动了许多人 南方士族首领顾戎 记瞻听说司马瑞出游 偷偷地在门缝里张望 他们看到司马瑞这部派头和排场 赶紧带了一些人 争心恐后地来到路旁 拜见司马瑞 司马瑞的威风突然提高了 王岛对司马瑞说 顾戎 贺旬是南方士族的首领 如果把他们招来做官 就会有更多的人跟着来报效 司马瑞觉得这话有道理 就派王岛去登门拜访 顾戎贺旬正想来靠拢司马瑞 竟王岛一拉就应命来了 他们两个人做了官 江南的士族全都倒向了司马瑞 东京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 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王岛在拉拢江南士族的同时 又积极开导北方南迁来的士族 那些北方逃难来的士族 常常到长江边上聚会饮酒 有一天 他们在新庭饮了一会儿酒 有个叫周矣的长叹一声 感慨万分地说 这里的风景一样好 可惜的是黄河边换成长江边 经他这么一说 在座的人思乡之情油然而受 竟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王岛劝解大伙说 哭泣有什么用 有时之事应当出力辅佐司马市 恢复中原 士族们听了王岛这番激励志气的话 表示愿意跟着王岛辅佐靖元帝司马瑞 这样靖元帝又得到了北方南迁士族的有力支持 司马瑞很感激王岛的帮助 他尊称王岛为重负 在举行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时候 他三番五次地请王岛和自己一起坐在玉床上 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东晋王朝 司马市的势力远比不上王室的势力 王岛做宰相 控制了政治大权 他的哥哥王敦 当江州 扬州 金州 湘州 郊州 广州等六州的都督 控制着军事大权 其他的重要官职 大多数也被王家人占有 当时老百姓当中 纷纷传说 王与马 共天下 司马瑞坐稳皇位后 对王马 共天下这样的局面 也就不满意了 他培植了 善与凤营拍马的刘奎 雕邪等人 作为心腹 暗中进行军事部署 逐渐疏远王岛 王岛是个老无深算的人 他察觉到司马瑞这种做法 也不动声色 但是王敦按捺不住了 他借口有人挑拨 靖元帝和王岛的关系 要来亲军策 于是就从武昌起兵 打败了刘奎 进入健康 对司马瑞进行武力威胁 王岛劝告王敦退回武昌 才平息了这场争夺 司马瑞 竟动摇不了王室的势力 从此忧愤得病 不久 就一命乎乎了 他的儿子司马绍 继承了皇位 就是靖明帝 第二年 王敦病重 靖明帝乘机发兵 打败了王敦的军队 王敦气死 但是靖明帝 还是不敢触动王党 怕得罪整个士族阶层 东晋王朝的统治者 把心思全用在争权夺利的事情上 根本不做恢复中原的准备 王马供天下的东晋王朝 继续一天天的腐败下去 继续一天的竹筹